以往復活節大家都會飛去外地賞花 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雖然不能飛 但留在香港一樣可以看花 大家就一起跟我來這個大館進入花花世界 上環的大館第一次舉辦花藝市集 花建大館就重現了傳統花市的概念 同時就探索可持續發展的課題 集合了多間的本地品牌 攤位雖然不算很多 但依然很旺場 今天是假期的第一天 亦是市集開放的第一天 已經是人求勇勇大家放下 沒東西做到你行市集 我剛才一看到這個花 就已經覺得很美 剛才聽了店主介紹 它是用一些保鮮花去製作出來的裝飾 前面我們已經看到很多人 所以待會鏡頭就會失敗 見不見我 牆內全部都是鮮花 花藝擺設 還有一些比較特別的日式環境 加上水洩不通的人流 真的逼得有逛花市的感覺 很多人 很多人 我走了整場 最喜歡這個蓬萊花花 加速 看看這間店有一個打卡位 差點坐不穩 這就是他們的打卡位 他們都設定了剛才我說的蓬萊花 去製作一個製作 其實就角度 你都可以拍到一個充滿花海的世界 雖然我現在鏡頭有點歪拍不到 其實這個永生蓬萊草 其實它可以放到兩年以上的時間 還有我們特意去找一些比較 的顏色 適合香港的家居 容易擺放 另外就是我們平時包裝 因為都想環保一點 用少一點花紙 所以其實我們的包裝 盡量都越少花紙越好 我們standard size的花束 其實是用帆布包裝 裡面就已經有一個花瓶 所以大家可以拿到回家 就這樣拆開它就可以放在家裡做裝飾 還有今天在花建大館這裡 我們都設定了一個打卡位 大家來到可以站在我們的裝置前面去拍照 其實就可以在鏡子裡面去拍自己 又或者我們都設定了一張小凳 大家來到也可以和我們蓬萊草的設定拍照 經過一輪的打卡之後 又如何少得購物還至 在後面人頭湧湧的這一間 就是叫做本地種植 它就是香港的一個品牌 用一些本土種植的農作物 去製造出來的一些產品 雖然它現在這個地方 是不能直接試食 但其實你看完它的介紹 你都會想試一下 我們的原材料都是來自本地的農場 一些優質、有機的生產、一些食材 我們亦都透過一個社區家的方式 由很多不同的社區人士 去發揮他們的創意 將本地食材的潛能發揮出來 去出品很多不同類型的本地的新的食農產品 新推出的產品叫做 蘿蔔和風金榨色 其實剛剛過去冬天 是我們本地農場出產的白蘿蔔的季節 其實是一個頗盛產的農作物 我們這次透過和岸本太太這一位 飲食的KL、食養的KL合作 其實就利用一個叫做食養的概念 將本地農蘿蔔融合一些來自日本的天然材料 亦都以一個傳統的日式的 叫做金榨漬那種的業績方法 做了一種用本地材料造成的香港植物 我們這次亦都用了本地出產的一些大冬瓜 將它去熬煮 很有趣的 香港的冬瓜和台灣 我們經常喝的冬瓜茶 是台灣來的 其實味道是幾不同的 台灣的冬瓜草青味比較強些 但香港的冬瓜味道會比較清甜些 所以我們用了香港的冬瓜 熬了一種叫做冬瓜露 而這個冬瓜露的風味和台灣的很不同 會比較清甜些些 但我們亦都將冬瓜露放了一些不同的風味進去 例如我手上拿著這個 是用了毛花果葉和檸檬 混合了進去的一個新口味的冬瓜露 它的味道 因為毛花果葉是一個有趣的作物 不是很多人試過的味道 但它其實是平時用來做香水的其中一種原材料 所以它的味道出來 會比較優雅一點 比較優雅一點的風味 也是幾不同的一個喝冬瓜茶口味的一個體驗 剛剛和Katy談完 她就送了這個毛花果檸檬冬瓜露給我 我一收到就覺得這個包裝真的很漂亮 裡面有一個很小的相片 如果有興趣的人都可以過來看看 另外這裡有一間叫香港木庫 我都覺得挺有趣的 它會用一些在香港被人斬的樹 去重新再造成一些有用的木製品 木材、椅、架絲之類 其實我們就是做香港的回收木材 所以其實我們回收回來的木 其實我們都會有一個小小的出細紙 有一個添白碼在上面 譬如好像這兩塊這樣 這個就是台風山竹 就是前幾年一個很大的台風 在大埔收回來的雙屍樹 而這個下面的木色很不同 其實它就是在山竹台風 在排頭一個沙泉的村落裡面的荔枝樹 那些花茶露出了一部瓶之後 它就會有一個散開的效果 即是看得又飲得 如果這些花茶 你可以在裡面的餐廳試試 好 試試看 其實這裏真是很快走光 不過如果你細心每一檔都看一下 你會發現它的擺設 或者是展示出來的產品 我覺得都挺精緻的 都是值得去看一下 如果你是喜歡走一些文青市集 文創市集的朋友 就應該會有所收穫 如果你在下面的市集 走到背想休息一下的話 都可以上來大館裡面的餐廳 試試它們期間限定的鮮花茶 大館聯同餐廳推出春日限定的餡茶 用花位和水果做靈感 製作出精緻的咸甜糕點 花藝市集就只會在復活節假期開放 如果你來不及湊熱鬧 也有不少花藝工作方去參加 來感受一下濃濃的藝術氣息 還有小鐘